歡迎收看旅讀台灣 我是張凌宇 用角度歷史 用心愛台灣 聽說老師今天要帶我們來 找自由 老師 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你有聽過123自由日 123自由日的起源是在 1954年1月23號 當年韓戰戰場被俘虜的 這些反共的所謂的戰士 被送到了台灣 那一天剛好是1月23號 所以我們定為123自由日 那後來也變成一個所謂的 國際級的紀念日 但是台北有一條叫自由巷 你聽過沒有 來 我們說三十幾年前 鄭南榮先生在這邊創立了 自由時代雜誌社 為了爭取百分之百言論自由 跟捍衛民主的價值 他後來在這邊自焚身亡 那近年來我們說 台灣的教科書裡面 很少著墨在鄭南榮這三個字 這是不對的 來 李宇 跟我走 我帶你去看一下 鄭南榮的故事 鄭南榮當年是為了要堅持 百分百的言論自由 拒絕因為刊登台灣新憲法草案 遭判亂罪起訴逮捕 所以就在雜誌社自酬七十一天之後 自焚訓到 不過在戒嚴那個風聲鶴唳的年代 鄭南榮點燃了民主運動的火苗 你聽過他的名字 但你真的知道他嗎 現在帶我們一起去了解吧 走了 這也太直白了吧 他好趕喔 當時是1987年的4月18號 那時候還沒有解言 他竟然就敢在公開講和講說 他要主張台灣獨立 他不怕被抓走嗎 當年在金華國中一場演講 他喊出了台灣獨立 更重要的時候不是台灣獨立 而是他認為 我有講這句話的自由 一直以來他的抗議行動 通常都是和平理性 一直到這個時候他發現 他要跟這個威權政府 做正面的對決 因為你如果不敢拚下去 你就只是原地踏步 真的 因為其實 這要推回前一年了 我覺得可能也是這個 入獄改變了他 因為他前一年的時候 很重要的一天 前1986年的5月19號 你一定知道這個數字是什麼 519綠色行動對不對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 特別來這個地方的原因 今天在當年的5月19號 龍山寺這個地方 發生了台灣歷史上 最重要也是第一場的 當時要來抗議 要來訴求解嚴的 第一場示威行動 而當時是解嚴的37週年 所以隔年就解嚴了 而在這個時候的鄭南庸 他是9歲 39歲 跟我現在一樣的年紀 你才39 對 那一年他39歲 39歲的時候他發現 如果他只是原地踏步不動 就是不對的 都是和平理性 所以他決定將所有的理念 付諸行動 理念剩餘一切 當時在這個龍山寺 和平理性經過的時候 有大概上百個人 數百個人 跟他一樣的理念在這邊 所以當時竟然是出動了 上千個憲兵警察 給他管管的包圍耶 今天那時候的警察真的很恐怖耶 不是像我們現在講的那樣子 對不對 你現在動不動要喊警察打人 當年警察奔來就打人 所以當時真的是很恐怖的 這次就看得出來 什麼 他當年不是要追那個月居蘭嗎 對啊 月居蘭的小花 他為了把那些虎神蚌 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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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羽間英氣逼人 這是年輕版的正男容 個性瀟灑酷酷不多話 鮮少人知道他追愛的超狂事蹟 他很帥啊 他年輕的時候 真的好多女生很喜歡他啊 而且他就有天生的那個魅力啊 大魚的時候好多女生瘋狂的喜歡他 然後有別校的女生都會過來看他 所以聽說他的眼睛好漂亮 請他說走到他前面說 正男容你把你的眼鏡拿下來 建中畢業念的是成大功誠 但正男容發現自己對哲學探索有興趣 轉學到古大開學第一天 就對葉菊蘭一見鍾情 還認定他是人生的soul man 爸爸是帶人轉信交給他 但是信交完他就跟他說 那你要不要去吃冰之類的 然後就把他約走了 一碗挫冰定期 就死結下難分難解的緣分 別看著男容的外表像草食男 在愛情的世界裡可是霸道總裁 讓這個從鄉下來的單純少女 差點招架不住追求公式 哎呀 我覺得很好騙欸 哎呀 哎呀 而且因為每天我們都要上圖書館嘛 我們上圖書館 我們就會把一些書放在地下裡頭 然後 就是我們都會一群人去 然後就到圖書館前面工作 我們自己離開的時候 我就會發現一朵花 那我後來因為反正他一直偷起來了 天天送花所謂是浪漫派 最狠的招數是仙圈病 向大眾宣告葉菊蘭是我的 他把他的情書貼到公布欄去 所以就是對他的愛慕貼到公布欄去 哇 一起人覺得很糗嘛 說哪有這種瘋狂的事情 不然太荒謬了嘛 就是這樣嘛 對一個單純的女生來說 對不對 那不是很尷尬 我們女生宿舍大概就講說 這是怎樣 很多喜歡我的男生就開始 只好慢慢地退出嘛 不然呢 他的動作是很霸道的 這個 如果知道我們現在這個時代 我們都覺得這個人太高調了 大學轟轟烈烈的愛情 真能相信嗎 鄭南榮用行動告訴葉菊蘭 他是玩真的 從胎肺衝回宜蘭 向父母宣誓決心 他直接回到家裡跟我母親講說 他就是要娶這個女孩子 然後又把弟弟一個一個邀請過來 寫信回來嘛 然後跟弟弟說 你哪一天來 你哪一天來 就這樣 我個人是沒有想到結婚的事情啊 老實說 我只想到說我很喜歡他 我真的很喜歡他就這樣 那種喜歡那種 離開會想念 想念會心痛這樣子的喜歡 但眼前要突破的難關 還有葉菊蘭強悍的客家老爸 百般阻擋兩人戀情 但鄭南榮一股天塌下來 誰也不怕的氣勢再出其招 他可能想要聯絡就打電報 可是那時候電報是要透過郵差 那有的時候可能到家裡 大概是晚上了 然後可能 阿公就是半夜被郵差叫起來 說有電報 然後發現是給女兒的 所以很生氣 葉菊蘭被父親禁足 鄭南榮在城峰裡當兵 分隔兩地 當時兩名男同學到葉家 說要約葉菊蘭 殊不知這一趟郵遊 突然變成公正結婚 父母親 我現在做了父母親 你千萬不要跟兒女對抗 你絕對打不贏你的兒女的啦 你如果不怎麼樣 我要把你趕出去 你做不到的啦 他真的出去的時候你就哭死 兩個人堅定的意志戰勝父母 鄭南榮出社會之後曾經當過上班族 最後創業卻不順遂 而葉菊蘭到廣告公司工作 從助理AE一路升到廣告界 年薪最高的業務女主管 最流行的語言叫做超前部署 這麼年輕就賣立可樂 這麼在那個時候幾十年 四十幾年前 他就在那邊賣睫毛生長衣 思想太前衛讓創業之路卡關 1981年鄭南榮決定氣賞實筆 以自由作家的身份替黨外雜誌撰稿 1984年3月12日創辦自由時代雜誌 他心中早就擬定一套作戰計劃 這些挫敗都經過之後 他大概想一想 他有一句蠻有趣的玩笑話 可能最好的事業就是跟國民黨對抗 我不怕你 你要查經我一年 一定要停刊我一年 沒關係 我就找了十幾個朋友 那每一個人就登記一本雜誌 我原先這本叫自由時代對不對 然後你把我停刊一年 我另外一本叫民主時代來了 你把我停刊一年 驚悚很大 但難弄不怕 聽聲揭開不能說的秘密 而且還很有尬詞 所有文章一切由總編輯正難容負責 就是把很多蔣家的內幕 國民黨過去的內幕 那些內幕的新聞 歷史 他把它挖出來 把他挖出來 這個就不只是評委 他就給你難堪嘛 把筆當武器 鄭南榮敢衝威權 只是身為外省第二代 父親鄭穆森是福州人 母親謝惠稱是基隆人 又怎麼會埋下政治啟蒙的種子呢 高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轉捩點 他常常會去逛孤陵街的救助堂 那個地方其實 我覺得說任何國家之際 往往會天羅帝王撒得很膩 可是那個地方就是百密一疏 那個地方正好輸入了很多叛逆的思想 鄭南榮 他說你這個國護思想是政治宣傳的課 我拒絕選你這種課 哇 你就不能畢業 他說因為這樣他寧可不畢業 他那也不要去 也不妥協 是這種性格的青年啊 叛逆英子在協議裡流動 面對國家機器 鄭南榮無畏無懼 辦雜誌言他人不敢言 還從事民主運動 校封局長 警告警告我們第一次要結犯 在概念之下的控制下來 我告訴你大家 請這面子請到 請大家回來發明 綠色四代飄揚 抗議民眾聚集龍山寺 這是戒嚴三十八年以來 全台第一場反戒嚴的示威行動 趕來參加的十足勇氣 因為在那個白色恐怖年代 向蔣家發出怒吼 很有可能自路一條 有一個朋友就跟我講生笑 他說 拜託你不要對這個笑的好 我說什麼意思 你對這個笑的你算什麼 你不怕有一天就哭起了 幾百人都向蔡廠帶來 那個龍山寺 他起門就把你關起來 關起來之後 他又第一站向蔡廠 第二站又向你向蔡廠 外面的 超過萬人的觀眾都靠這個外面 他們不能進來 國民黨附下天或地網 示威者從白天站到黑夜 這一場實無前例的示威行動 登上TIME NEWSWEET雜誌 1987年政府宣布解除祭典 也開始台灣邁向民主化 新的城北 這裡是鄭南榮的紀念館 而且這也是當年他的民主基地 也就是他在製作這個 自由時代週刊的這個辦公室 所以我們回到了歷史的現場 而且現在看到有很多的展覽對不對 其實他們每一年都有還蠻多的展覽 但主要也就是要宣傳 百分之百言論自由這件事情 一年兩次的特展 其實他也一直放在他的封頂 一直一直的強調 爭取百分之百自由 那你要知道 其實黨外雜誌當年要撐 五年八個月發行3027 那是很不容易的 對啊我知道那時候 大部分都會查查慶慶 幾期就沒有了 沒錯 但是鄭南榮他很聰明 他申請了24個發行人 哇靈活喔 要活影分身數 因為他自己他本身不能當發行人 因為他大學 沒有說國父思想 所以他就一邊發行一邊改 一邊發行一邊改 然後動不動就被查慶 他創下了被查慶庭刊 最多次的雜誌的記憶 他要出版OK啦 可是人家敢幫他印嗎 還有說這個雜誌怎麼送出去 這才是關鍵吧 當時應該他都被釘著 怎麼也有辦法把他送出去 簡單來講四個字叫 偷天換日 當時他雜誌怎麼送出去的 有用那個楊樂多的送貨車啦 然後據說啦 你說他偷走在裡面 對對對 然後據說還用林車來送 真的林車沒有人會查耶 但是我們說在519事件之後 綠色行動 警察當然就找上門了 真的假的 其實當時大家就在想說會被輕帥 結果還真的是 用什麼 用哪一條來抓他你知道嗎 用什麼罪名啊 違反選霸法 蛤 這也太奇怪了吧 我跟你講在那個年代有沒有 合理才是奇怪 當時用違反選霸的把他抓去 這就是未抓而抓啊 有沒有變得比較乖一點點 因為一般人能夠這樣走一招 你知道 鄭南榮先生的個性你看什麼 他又罵蔣家 又爭取民主 然後動不動就上街頭抗議 而且他被關出來的時候你知道 他被關的時候 他的編號是多少你知道嗎 2280 然後出來那一天 228紀念40年 所以鄭南榮決定他發動 所謂的228和平紀念大遊行 再一次挑戰競技 太勇敢了 不過來到了鄭南榮紀念館 其實大家走進了 就看似很歡愉的這種展覽場合 之後我們再走進來 後發現真的這個空間 你一眼看到就會覺得 很滿哀傷的 因為整個黑黑的空間裡面 其實這就是當年 鄭南榮自焚的地方 那這是他的總編輯辦公室 其實當時 據說是他的女兒鄭竹梅說 要求要保留下來 希望有個地方可以想念爸爸 而且你看看 其實當年的所有東西都還在 包括你看他的左手邊 有一個打字機 然後還有當時收集的所有名片 鑰匙 零錢 甚至他平常睡的那個行軍床 也就是他只有躺的那個行軍床 還有一個很大的匾額 是 上面寫著 言論自由 對不對 爭取言論自由 維護人權尊嚴 這其實他刻意放在這個辦公室裡面 後來也跟他的境遇蠻呼應的 對不對 看的真的蠻 其實我們這麼講 因為礙於這個前後的尺度 我們沒辦法把他當時自焚之後 那個大體的照片給大家看 那但是根據轉述 他往生的時候 他的身體是鼻子的 拳頭是朝天的 彷彿是在呼口號的樣子 那你知道在火場鑑定裡面 你怎麼知道這個人是被嗆死 還是被燒死 對 你以前修過這個課 對 你就看屍體就知道 看他的大體就知道 如果他的大體是鼻子的 通常是嗆死的 因為已經死了 他不知道痛 可是只要是被燒死的 通常都是懸虛的 因為很痛苦 對 很痛苦 所以他要忍受著那個 灼傷 那個痛苦 然後還高舉雙手 呼喊他的口號 然後面對的是 國民黨要來抓的 可是其實 自來容自焚的時間 是1989年的4月7號 1989年我們剛剛已經講了 1987年的時候戒嚴了 所以很多人會問說 都已經戒嚴了 有必要拿生命去這樣賭嗎 有必要嗎 我們這麼講 你千萬不要以為 戒嚴自由民主這種東西 是一處可及的 雖然當時已經戒嚴了 但是刑法100條已經廢掉 你讀過法律 你跟大家講講 什麼叫刑法100條 這是刑法100條 最基本的講法 它就是一個鉗字思想犯 思想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你只要意圖要犯罪 你只要意圖有這樣的想法 你還沒有做法 你就已經刻意被扣起來了 人家就可以說 你這樣是意圖犯罪 你就有反判 判亂的嫌疑了 所以就簡單來講呢 刑法100條就是 鉗制人的言論自由 甚至連思想自由都鉗制 老師你用比較簡單的方式 跟大家來形容好了 這麼講 其實在法律上 意圖是沒有罪的 對啊 意圖 它是處罰行為犯 它不能處罰所謂的思想犯 對啊 所以你意圖而已 它當年刑法100條叫意圖判亂 所以你意圖就有罪 那這大事大條 有今天買了一把西瓜刀出來有沒有 意圖殺人 你看那個你還是怎麼聽他 意圖猩猩 所以意圖是沒有罪的 可是當年就是用這一條 來整治所謂的黨外人士 或者是立場 政治立場跟我們說當時的 國民黨政府不一樣的人士 這就是傳說中的刑法100條 不過鄭楠榮敢衝敢言敢衝 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為什麼他那時候這麼的嚴重 真的是要被 他還在他的雜誌上面 刊登了這一篇 台灣新憲法草案 那這不但是踩到國民黨的大忌 他甚至也收到了法院的傳票 以判亂罪把他給起訴 那起訴之後 鄭楠榮在這邊自求了71天 你要抓我的人不可能 除非over my dead body 啊 誰人能了解 最無路的比愛 暗暗流著馬賽 也許叫卡丘嗨嗨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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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坐 請坐 嗨啦 喝啦 你是偷喝了是不是啊 怎麼這麼嗨啊 不是 你知道我剛才唱的是我歌 無路是鄭楠榮先生最喜歡的歌 喔 為什麼 他台灣就像無路一樣 蛤 實在很漂亮 但是身體不是改在的 蛤 你看 那個 鄭成功來 我背要搖來搖去 荷蘭人來 我背要搖來搖去 西班牙人 滿清政府 日本人 國民黨來 我都背要搖來搖去 這首歌道盡了台灣人的無奈身材 哎呀 你剛剛這樣子 把酒高熱的情緒 來這個地方還真是搭呢 我們來到了這個地方呢 可是民主熱巧店 阿財的店 可是這個老闆叫個阿華啦 這個很常搞混耶 其實阿財的店啊 很多的這個民主前輩 那時候黨外人士也一堆人啊 都是在這邊每天像你這樣子 烏魯來烏魯去的 把酒言歡 第一代的老闆阿財 他是媒體界的大老 對 他其實也是我們的大前輩啦 是攝影出身的 對 那余大哥後來就是 可能是喝太多 所以三年之後呢 他就把店盤給他的這個表弟 廚師表弟 以前那個菜就是他在煮的啊 在那個年代 就是你知道 那時候這些有志青年啊 開始投身在政治街頭運動 那整個遊行結束之後 那我們滿腔的熱血 總是要有一個地方抒發嘛 還要繼續講啊 所以就來這邊 吃飯 喝酒 你知道他們多忙喝嗎 多忙喝嗎 他們曾經這個晚上 喝掉了舞牌平台 聽說來這個地方 有很多他的座上兵 而且都是一些很厲害的地方 像 像是前總統阿畢啊 喔 阿畢啊 我們喝酒也是要很開心的 哇 厲害耶 現在是模仿生 那李遙 我從來不崇拜偶像 如果要崇拜偶像的時候 我會照鏡子 他們從我們說 姓蓋生啊 血姓梁啊 斯明德那一代 到後來的我們說 近代 變成了所謂的黃之鋒啊 林飛凡啊 從野百合喝到了太陽花 但是喔 他老店在2018年的時候 因為都更 對 收掉了 所以現在是第三代的經營者 第一代的老闆就是阿宅 對 第二代的那個阿華 第三代叫阿姨 阿 美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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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美女兒 現在呢 帶了他們的招牌菜來給我們吃 這個是 涼拌檳榔花 檳榔花 對 它就是 半天筍 對 半成筍 就是那個檳榔心啦 然後我們店也是做涼拌的 一般外面都先做 就是炒的 對 那它吃起來是酸酸辣辣的 那我爸爸的配方裡面 就是光是醋就有三種醋 這個油條鵝啊 其實它不算台菜 也不算什麼外申菜 它是我爸爸的創意菜 阿宅 他見證了台灣黨外實習的心衰 那也看到了說 台灣民族的血淚史 片片鹹豬肉 顛覆你的味蕾 舌尖除了肉香 更蹦出 微酸滋味 號稱牛街三寶的牛肚 牛筋和牛腩 肉質軟嫩 滾燙醬汁是美味靈魂 鹹甜酸 三重奏 在嘴裡大噴發 經典菜色 還有這一道 沒看過吧 早餐吃的油條在混搭鵝啊 即Local又前味 老的號一邊享受酥脆的口感 又有滿滿鮮味 但你以為這是一般熱炒嗎 那就Lola 這裡見證台灣民主的改革歷史 一入夜公愁交錯 而且很有政治FU 阿財的店主張百分百言論自由 要痛批實證 還是大罵政府 OK的啦 這裡會被封為民主勝地 其來有自 其實那個人代雖然是解言 但是大家心裡很苦悶 找不到出國 找不到出國 所以各行各業都要鮮謝 要鮮謝 因為國民黨在台灣 已經獨裁專制50年以上 造成很多的民間人 大一點之後才知道說 有時候他們可能是街頭遊行 遊行完之後 然後大家累了又餓 然後可是那個情緒還是很激昂 所以他們就需要一個空間 然後吃飯喝酒 對 然後還有高潭闊潤 那很多記者晚上結稿也會來 那他們有一些寫文章的靈感 可能就來自於阿財的店 或者是從阿財的店聊出來的 那他們就會覺得 很多民主的話題 或者是事情 都是從這邊開始發想的 1987年 阿財的店開張 民黨前主席 許姓良 施明德 野百合學運世代 白天上演 轟轟烈烈的革命 晚上在阿財的店不齊而喻 這裡逐漸成為 台灣街頭勢力的秘密基地 愛喝酒的朋友一起組了一個酒黨 他當了黨主席 那我 我也是這個酒黨的黨員 因為雖然我不喝酒 不知道要幫我早期當黨員 不過主要是因為 我們都曾經共同走過 那一段 這個台灣劇烈變動的 政治情勢劇烈變動的年代 阿財的店有濃濃政治味 依舊不齊 所以調查局 國安局 還有警察局 都要來看 探聽一下 這邊有什麼消息 結尾三類 那我臉一看就知道 或者他問你都問你 你大概會猜得出來 阿財的店有濃濃政治味 可能跟創辦人余悅俗的背景 有關係 1980年代 他是黨外雜誌 前進的攝影記者 1984年 他想幹一票大的 做起總經銷 包含鎮南龍黨外雜誌 李瑤等禁書 通通由他負責鋪貨 24小時跟警總疊對疊 很嚴重 他是直接在裝進場 就給你操掉 按照我們的出版法是 你的書成冊上市 你才能去沒收 到那個人家不是 就直接衝到 中店長去搶 以前畫書 書晚上印好 我放到第二殯儀館 被操了 邊開車就邊來看 後製線看有沒有能跟蹤 有沒有能跟蹤 所以在車內很緊張 每天像作戰一樣 只是為什麼叫阿財的店 俞悅俗自稱 了然秀才 朋友叫他阿財 搞黨外運動壓力很大 於是想要打造一家 舊國專科 普渡遊走 政治藝文界的孤魂野鬼 我是牧師 你可以來告捷 懺悔 正道 你看很多人 你看表面一年元素 其實他荒野無度 岳俗掌櫃阿財的店 曾經一個晚上 乾掉500瓶啤酒 三年之後健康亮紅燈 這才交棒給他的表弟廚師 也就是第二任老闆阿華 延續這一塊民主招牌 我們家兒子還五歲的時候 他也帶他去遊行 他把我兒子綁個黃絲帶 五歲 然後就站在吉普車上面那邊 跟著喊 我就說 劉先生 你居然帶你兒子去遊行 那麼危險的地方 一九九四年陳水扁當選台北市長 阿華特別幫他辦慶功宴 而後學運新世代林飛凡 香港雨傘運動領袖黃之鋒 也都來朝聖 就好像媽媽煮的 那些都吃得好 所以還是希望說 這家店能夠重拾 就是民主大家 這些人對他的一種回味跟記憶 以前很訝異的時候 就開始一直談論那些事情 談得很激動的時候 當然也有碰到一些比較 正式身材不一樣的人 就會言語上就會都有衝突 我被那時候場景嚇一跳 哇 他們那種 講到講到好像打起來了 你知道嗎 可是沒有打起來 就是講話就很激烈 那個氛圍跟現在這個氛圍 完全是不一樣的 2012年阿財的店被劃入都更範圍 面臨拆除命運 阿黃老闆本想用歡樂的方式 與大家告別 那你只能認命還能幹嘛 因為一夜流水席 就是讓大家有回憶的人 曾經來過的 有傷痛 有記憶 有快樂的 都在這家店 所以就是一定要搞一個告別式 這場流水席沒有辦成 老店另一屁心指再重生 但老顧客發現 與客人拼搏感情的阿華身影消失了 2017年 阿華被診斷罹患扁桃腺癌 最後不敵並無此事 很特別就是說 常常就是同一個空間裡 有一座客人 可是後來發現說 隔壁左右桌前後 大家互相都認識 所以大家就同溫層嘛 遇到一起的時候 就會聊得很熱烈 然後就整家店 好像大家都是朋友一樣 阿財的店要繼續發揚 下一個30年 讓老世代繼續來這裡 回味過往歲月 而年輕人可以捕捉前輩的奮鬥痕跡 這家餐廳與台灣一起成長 能記錄民主運動的精彩運程 來到這個地方 就算是高雄人的 你應該也知道這在哪裡 這是全台北市最著名的牌樓 也是溫溫客必來的地方 就是中正經典堂的自由廣場 其實這個自由廣場 當時中正經典堂 就是按照這個古代的標準 皇帝的領請 然後它這個前面的牌樓 也是非常的標準 所以你算一下 五門六住還有十一間 這是最高規格 你知道我們那個小時候 看明信片 看油拍都會看到那個扁的 大宗智鎮 對 大宗智鎮 後來在2007年的時候 由教育部長杜振盛 算上座嘛 然後那個阿扁拍板定案 對 阿扁總統拍板定案 然後為了紀念這個 1990年的3月 野百合學運 野百合學運 對 所以就為了紀念它 所以把它改成叫自由廣場 聽說你還趕到了最後一天 對啊 因為我就剛好上來玩 對 我南部人剛好上來玩 然後哇 我就 沒有來過 我就來看看 就當天晚上新聞就出來了 扁的被拆掉了 但是你那時候發生很大的爭議 最後那個吊車有沒有 據說還是從嘉義吊上來 而且後來其實阿扁 還打算要再接再厲 就除了改這個自由廣場以外 他原本還想要把中正紀念堂 改成台灣民主紀念館 就後來兩年之後 馬總統上任又把它改回來了 不過自由廣場還是有保留 我們外人真的是看了覺得無煞煞 看得出來這之中的政治角力 跟政治代表意涵 雖然我是在2009年 才第一次來到這裡 但是從歷史的角度來看 這邊以前它在日式 就是軍事重地 國民政府牽台之後 陸軍總司令部 還有延勤總司令部 都設在這裡 對 後來牽走之後 本來要把它改成一個 所謂的商務中心 這個要 對於爭取言論自由的 這種衝撞 甚至到最後的犧牲 但我們現在回到這個 當年野百合學運發生的地點 中正紀念堂自由皇場 是 真的是別具意義 所以我們這麼多集的節目 告訴大家 民主跟自由 從來都不是與生俱來的 對不對 正然融為台灣民主的貢獻 它是不可抹煞的 雖然我們的課本很少提到它 甚少著墨 但是正然融為台灣民主啦 自由啦的貢獻 那個是毋庸置疑的 所以台灣真的有很多 值得我們去挖掘的故事 讓我們一起找回台灣共同記憶 旅渡台灣 我們下週見 拜拜 拜拜